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她說我什麼都反對她 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這樣舒服的 我反對 這個沒辦法 因為有時候你是你的人生觀世界觀 你現在以你的觀點說 我不應該殺生 我應該慈悲 那兒子認為我在人道 我這個很正常 我愛人道的正常生活的 這個毛都經常會有 沒辦法 你要別生氣就行了 徒相尊重吧 因為現在她第一 她生活高等教育 她應該理解信仰自由這些東西 第二呢 就是現在學佛的人也很多 又不是你一個人學佛 這個風氣也還是適合 就說不至於佛 導致說學個佛就正太清理的是吧 慢慢她會理解 你就告訴她 你不是希望媽媽快樂嗎 媽媽覺得這樣很快樂 好謝謝 媽媽覺得這樣很快樂 你就尊重我就行了 尊重我的觀點 對媽媽 我就是這樣說 你能夠在媽媽有生氣 做媽媽前當你最偉大 就是不是當你想像 你也不用說我一定要成道 就是你很偉大 你說我這樣做我很開心就行了 就到我這樣做就是去逛街了 買新衣服了 我很開心 她不相信你可能成道 所以她不覺得你偉大 所以她不覺得你偉大 我媽媽 我生氣慢 她怕你修騙 你就說我也不會的 我只是喜歡 修行本來就 修行本來就 如果你又說是小城正果 小城無上正的 這句 修行本來就艱難 有時候修行的路上 因為第一要克服自己的神心障礙 有時候自己心裡邊有 就談著吃麥芽去慾望 還要克服自己被外境轉 就是說外別的人不理解 所以這就是難嘛 否則為什麼叫難呢 所以慢慢如如不斗去 人家說啥就說吧 所以菩薩又忍辱行 因為你是罵不怕的 就罵嘛 反正你還活著能修就行了 忍辱不怕的 而且兒子罵 親人罵就罵了去 她不會怎麼樣 我除了孩子說想讓你去逛街啊 過正常女人的生活 還是因為愛你嘛 是吧 還是因為關心你嘛 希望你活得更快了一點 你就說媽媽念經就很快了 是吧 就行了嘛 你也不要說我成了佛要怎麼怎麼怎麼 不要跟她講這些大道理 就告訴她我很快樂 我很幸福 就行了 生氣的時候這樣 要收她 收重一點給她 你不用一定要把這家轉 她不接你的 慢慢修 多跟師兄們交流 比如這些師兄們多交流 多去問 不一定問老師 都問問師兄 但不管怎麼說 你現在走的路是對的 堅持下去 去選擇了一條光明的寶寶 就更光明了 開玩笑的跟你 但是修得別那麼緊張 別那麼辛苦 輕鬆一點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佛 不佛 找 找那是真理 我以為就是 那些文學界所寫的什麼什麼真理 根本不知道有一個佛叫 就是專門看真理 哪裡說 老子說 什麼聖經上說 又找聖經 又找道德經 又找那樣 找這樣 後來找到佛 佛這裡 我原來這樣才是真理 嗯 挺了 挺了 全有慧眼了 對 我覺得很堅定 對 那就慧眼了 就是有這種感覺 用去找 因為我們都找到了佛 都是有慧眼 對 我們會不會 全面的 只有這樣 要像是 如何 那是 因為 你呢 因為 我 用 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